美国北京联合会2018年年会日前在柔斯密市举行 美国北京联合会于27日晚举行2018年年会 新任会长魏林峰即兴一届礼监事会亮相 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戴双鸣和乔武领事陈小义 驾州众议员周本利以及北京联合会创会会长 世界著名画家丁绍光等500多位社区各界人士到场祝贺 我想我们美国北京联合会呢 一直在推动着这个会晤的年轻化 我已经是北京会的第二任70后的会长 我们相信啊北京会今后也不断的会吸收新鲜的血液 让我们这个会生机勃勃的发展下去 新任会长魏林峰在这词中表示 非常感谢各界对他及北京联合会多年的支持 作为一个70后的会长 他希望增加更多的年轻血液 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侨团及社区工作 其次让社区管理制度化 另外要有包容开放的胸襟 团结其他社团 为美国社会添砖加瓦 当晚加州众议员周本利和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向新任会长魏林峰及新一届理监事会颁发贺壮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向北京联合会颁赠贺牌 杜瓦提市市长康家称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美国华人协会南加州分会会长关建荣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干花 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代表等也先后致辞 对北京联合会表示祝贺 现场还进行了丁绍光大师画作拍卖及精彩的文艺表演抽奖等活动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孙房思达 洛杉矶报道